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书界》上回 接说这一段随唐演绎 上回书说到 东宫太子杨广 银娘细妹 这是她的两行大罪 她调戏穷花公主 把穷花公主逼死了 那是她亲妹妹 她调戏她这小妈 荣华夫人陈美娘 陈美娘见着老王阳间 带泪诉说 可就把阳广所作所为 跟老头他们一说 您瞧阳间 听完了这篇话 牙字尽烈 二目圆征 张嘴往外 用手一指 那意思张嘴要骂大街 哪知道 老王阳间就觉着 嘴里边发苦 心里边发毒 嗓子眼发甜 拿手一窝嘴 这一口血就喷出来了 没糟紧 全喷到陈美人身上了 把陈美人吓得 嗷嚷就这么一嗓子 外边伺候的公俄才女 太监侍卫 呼拉一下全进来了 大伙一瞧老王 脸一点血色都没有 面无人似 唇如电翼 电翼怎么意思 这嘴唇都是紫的 顺嘴角往下淌血 拿手啊 钻拳一垒 这病榻这床帮 哎呀 独孤我 这句话怎么讲啊 埋怨老伴 独孤后啊 你可把我坑了 我怕你一辈子 你非得让我 废了杨勇 立立杨广 胭脂到杨广 一观禽兽 呼拉一下 大伙全跪去了 说万岁 您的龙体要紧 不必动怒 这赶紧宣太医 老王自己心里明白 自己呀 行将旧目不久于人事 摆了摆手 不必宣太医了 就宣 袁延进宫起诏 袁延是谁呀 袁延是老王的一个心腹 他让袁延进来 跟袁延说什么呀 说招太子进宫 袁延说 太子就在宫外师级呀 不是杨广 诉招杨勇进宫 老王就有废杨广 富力杨勇之心 可就把这个诏书给草好了 袁延呢 带着这份诏书可就出宫了 那杨广能不知道吗 杨广一瞧老王 把陈夫人给宣进去 不知道自己呀 这个今天调戏陈美人 这个事情 能不能败露 所以他派他的人进去侦查 说白了 任寿公杨广是遍布耳目 都是他的眼线 一会儿啊 里边可就传着信来了 气得老王吐血 而且宣袁延进宫 吓了一道诏书 袁延出去了 杨广一琢磨 这可不能让袁延跑了 直接派他的东宫太子府的侍卫 就把袁延给追回来了 袁延说你们好大胆 你们太子府的人凭什么抓我 你甭废话了你 五花大宝把侍郎袁延给逮回来了 身上一搜 就把这个诏书给搜出来了 乘到杨广的面前 杨广这么一瞧啊 很了不得了 老王杨坚打算废自己 复利自己的哥哥杨勇 赶紧派人到长安 去找杨肃和宇文化吉 还有他一个心腹叫张恒 这些人凑在仁寿宫 连夜密谋 宇文化吉他们一听啊 那行了 赶紧派家将往回跑 让自己的儿子 天保大将横涌无敌宇文成都 他是精英节度士 掌管御林军保卫整个长安城 先把长安城戒严 然后把皇宫围了 不许进不许出 等待消息 多咱这儿有了结果了 我们回到长安城再说 宇文化吉知道 已然到了事关紧急的时刻了 他可就跟杨广说了 你就用这一封诏书 诏书是真的 派一个人去调杨勇 把杨勇迎长安城调到仁寿宫 那儿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 杨广一听大喜 把人派出去上长安城调杨勇去了 那儿呢 宇文化吉派家将通知自己长子宇文成都围城 这儿几个人商量来商量去 旧派张衡来到了仁寿宫老王的面前 金针赐驾 可就把老王杨坚呢 给扎死了 整个东宫太子府的侍卫 就把仁寿宫给占了 把原先老王的侍卫全都拿下了 弑君篡权 这儿宇文化吉呢 亲手写了一份假诏书 可就借着杨勇的口文写着 上边隶属杨勇之罪 可就让杨广继位 这儿老王也厌弃 让咱给刺死了 这儿杨勇也来了 杨勇建这诏书啊 一瞧还真是真的 那么知道自己的弟弟不递逗 一看呢 父王在仁寿宫打算复利自己 赶紧的换衣服 跟着这个使者就来到仁寿宫了 到仁寿宫这儿 都是杨广的人的 杨广就把杨勇给叫进来了 杨勇一瞧 我要见父王 您别忙 父王已经下了旨意 要复利您了 那么这个事我知道了 杨勇说你知道该怎么样 我得给哥哥您道喜呀 您当了太子了 虽然说当初您不招 父母喜欢把您废了 立了我了 但这几年咱们弟兄手足清长 我对您怎么样您也知道 可您要当了太子 您对我 您也得琢磨琢磨 杨勇说这会儿我先说不了这个 我得先见父王 别忙 这儿有一桌酒席 咱们俩坐着聊会儿 酒中暗下毒药 可就把杨勇给毒死了 杨勇也明白 烙得他手啊 吃也死是不吃也死 这叫镇酒害死杨勇 那么派人到杨勇家里边 就把杨勇满门抄斩 一够不受 唯独把嫂子给留下了 皆因为杨勇的媳妇 就是杨广的嫂子 是个美人 杨广打小时候就知这嫂子漂亮 就把嫂子给霸占了 这段书啊 可就是杨广 吟娘戏媚 震凶徒扫 弑父夺权 六条大罪 那么陈美人为了活命 只得忍辱 打这儿说 杨广把陈美人也霸占了 当然蔡美人也跑不了 没几天那蔡美人也霸占了 但那是后文书 这两个美人也没得好结果 最后呢 也都悲惨的死去 后文书暂且不提 单说眼前 太子也害了 老王也害了 那这个皇位是我继承 怎么继承 杨肃跟宇文化吉 张衡跟他一块 大伙一研究啊 先继位后发丧 先办喜照 是后办丧照 也就说您赶紧回长安城 进了皇宫大内 我们大伙拥促着您 先登基坐殿 您这皇上先当上 然后啊 再发国丧 再发送这老王 杨广一听 对 事不宜迟 这才从离山 仁寿宫这儿起驾 把爸爸这尸首啊 和杨勇这尸首 就都搁着仁寿宫 不管了 拥促着二美人 他就回了长安城了 到了长安城迫不及待 可就搬出喜照去了 老王燕家 幼主登基 改国号为大业 他就是隋阳帝了 追封 这个阳间 为隋文帝 大业天子 这才下了恩旨 满朝文武官员 原职不动 禁绝一级 那么其中有几个人 大大的封赏 像这么张衡啊 宇文化级 杨肃啊 这都是立功的 正月十五啊 次王杀将 正月十六啊 他就龙登大宝了 满朝文武议论纷纷 但是大半 都是宇文化级 跟杨肃一党 大伙呢 全都是鼓掌称赞 拥护新主 那么也有正臣呢 也有耿直的老臣们 大伙不乐意啊 也唠一个敢怒不敢言 金殿之上文东武西 再瞧杨广 头戴免留金官 身穿龙袍 腰横欲带 足下一双乌幽旅 驾坐大宝 是面南贝贝 他是九五之尊了 天下之主了 就有战典官 当殿宣读圣旨 那不过就是 冠冕堂皇之词吧 一场恭维惊变 他那意思就过去了 这个战典官呢 这个登基的旨意 还没宣读完呢 就听着殿下 有人放声大哭 哭了一声杨坚 叫了一声老王 你九泉之下 且慢走一步 睁开二目 你看看堂上 这一朝的兼党 可把文武百官吓坏了 谁这么大胆的呀 大家伙偷偷扭向 回头定睛 仔细观瞧 一看由金殿之下 殿脚的哈 来了一个人 头戴着麻官 身陪着众孝 手里边拿着哭丧棒 一哭一跪 一跪一哭 老泪纵横 敢抬起头来 大伙儿这么一瞧 罚 晒过三冬雪 虚压过九秋霜 年迈苍苍 满目皱纹堆垒 雪泪两行 大伙儿一瞧 认出来了 穿中校 哭垫的这位 是中校王吴建章 大伙儿一瞧 坏咯 这老爷子来了 要出事 怎么 吴建章跟杨坚 是磕头把兄弟 咱们说随堂演义 这大随朝当初是九老兴随 武建章呢 是九老之首 跟杨坚是过命的朋友 武建章啊 除了本领高强武艺出众之外 智永双全 而且对杨坚是忠心耿耿 这很关键 那么大随朝 定顶之后 杨坚就封武建章 为幼仆业 这字要写出来 写社 仆那就是仆人的仆 一个单理人 一个萝卜的木 仆人的仆 这个仆当怎么讲呢 就当管家的意思 这是个总管 射呢 这字念义 就射箭的射 这俩子隔一块 您就明白了 就是我天下的兵马 我的骑射的军队 他是总管 这个官啊 就是百官之首 这叫仆业 他是幼仆业 左仆业呢 是老元帅高炯 这是九老兴随当中 另外的一老 什么考山王阳陵啊 岳王阳素啊 这都在九老之列 这武建章的都七十多了 早就在加纳福 根本就不上朝 老王燕家这事啊 他可就知道了 他也是一惊 他素质阳间 身体不太好 可也不能死得这么突然 武建章怎么一问 说当时一般旧臣 谁在万岁的面前示极 那说一个没有 就是岳王阳素 宇文化姬 跟东宫太子杨广 又过一会儿 告诉杨勇也死了 老头子可就起了疑心了 你要说杨坚死了 老王冰天了 这还是年老体衰 又大得有病 杨勇好不压的在长安城 怎么会死得仁寿公了 难道这里都是杨广 他士君篡位吗 老头子这一起疑心呢 可就派人去查 这帮人呢都回了长安城了 人寿公空了 可就有人查明白了 报于老王武建章 武建章啊 文听大怒 又听说怎么着呀 转过天来 不发丧照 先搬喜照 杨广要登基座位 你也太急了点了 武建章被给这添堵 要骂他 这才头戴麻官 身穿众孝 手情哭丧霸 一路就哭到了金殿之上 大伙一瞧 忠孝王武建章来了 谁都不敢过去掺一下 为什么 万岁那瞧着呢 现在杨广是皇上了 就瞧忠孝王武建章 咧开大嘴 咧这么一哭 先王啊 你说这杨广受了受不了 杨广今天登基 他穿一身笑 拿着哭脏棒 咧嘴这哭 哭的爸爸 这怎么办 把杨广给气的 杨广脸上颜色更变 眉眉一条眼睛 一瞪这狠劲又上来了 推出武门杀 他刚要下旨 就瞧杨肃跟宇文化吉啊 这就在这跟前这站着 就冲他白手 这意思 赶紧杨给 把他对付走 杨广也明白 杀他 好 非击反了众老臣不行 杨广万般无奈 把这长卧脸用手往上这么一推 不乐假乐 不笑假笑 愣挤出这么一副假面孔来 老千岁 你不必过于悲痛了吧 来人 金殿赐助 就请忠孝王老千岁乐座讲话 先王啊 他昨日晚间 已然冰天了 那么应当呢 先发丧照 后班喜照 可是呢 江山社稷为重 国 不可一日无君 家 不可一日无主 这才 秉着老王一照 不我官拥戴 我 可就先登基坐殿了 本来念您老人家 年纪高迈 就不忍惊动了 谁知您闻听胸照 还敢来了 哎呀 真叫朕我呀 不敢交集 我也知道老千岁 您与先王 情同手足 我是千岁 您 就如同 伺候先帝 在的时候 是一般外啊 老千岁 暂忍悲痛吧 今日 是寡人我 登基坐殿大喜临朝 可不可以将丧福出去 咱把这只孝心脱了啊 大伙一听够意思 好吗 杨广不是这人性 愣压着气啊 秧给这老头 跟这老头说好听的 您带瞧这老头 斩了斩 自己塞边之泪 慢征昏花二眼 守清枯桑霸 一推海下的薄呼须 大话者 何人呐 大伙一听 多得胆子 这是跟皇上说话的 皇上赶紧跟他说半天话呀 根本就没往耳头里听 他问皇上 这是谁跟我说话呢 这不明知故问吗 这话噎得杨广个儿搂 个儿搂的 杨广说 老千岁 是寡人 我同您讲话呀 哦 你是哪一个呀 当今万岁大业天子 赞我吗 就是杨广啊 当今万岁大业天子 大伙一瞧啊 这是玩命来的 在金箭上 催着皇上了 我哪里见着什么 当今万岁大业天子 我没瞧见皇上 我瞧的就是 一关禽兽 乱臣 泽泽 杨广 你还不把这一份龙袍脱下 戴上你的校服 我压着你 够奔仁寿宫老王的灵钱 前妻 跪着请罪吧 把你这人脱落 你什么皇上 不承认 跟着我 我带着你上你爸爸 跟家跪着去 先请罪去 把杨广气的 浑身颤抖 体丝筛高 心了话说杨肃宇文化机 你们让我秧给他 怎么样 骂上了吧 什么皇上 一关禽兽乱臣得死 老千岁 莫非你吃醉了不成吗 我当服三大白 我就纳了味儿了 老王杨坚 先帝爷 那么样的厌武 怎么会生下你这样的畜生 你莫非风了不成吗 我人风 我的眼不瞎 一举不让着 给台阶不下 杨广紧着给台阶 您是不是喝酒了 我喝了 得了 老千岁喝多了 大家别跟他计较 赶紧送他回去 大伙过来一圈 您是不是疯了 这不给台阶吗 不计 人风眼不瞎 我早就知你什么辩子 你因何来到了这里 胡言乱语 辱骂朝廷 辱骂寡人 我呀呸 张嘴闭口 什么寡人吧 朕吧 杨广 收起你这套 老头子 真不含糊 站在垫上头 扯开嗓子 哇啦哇啦 这头一骂 当然了 咱们说书啊 不能坐这儿学骂街 骂人无好口 说忠孝王那么大身份 要骂街呀 那也很难听 净脏话 咱不能消脏话 无非呀 就是隶属杨广之罪 想你杨广 吟良戏魅 振兴徒扫 师父夺权 未曾登基 嫌犯六款大罪 哪一个保你 这每句话说的 都在杨广的心病上 就仿佛拿刀啊 扎他的肺腑一样 把杨广气得 哎呀 反了反了 忠孝王啊 忠孝王啊 你今天一老卖老 来到金殿之上 羞辱寡人我 非是我不敢杀你 念你是开国的元勋 不与你计较 你下电去吧 往下轰了 这还真不错 没说出别的话来 哪是忠孝王武艳章 闻听此话 是哈哈大小兔 来了就没打算走 杨广啊杨广 今天你打算当这皇上吧 你不杀武建章 恐怕你的皇帝当不成